好,那我们现在来制作Kongziza Live随身碟 那我们在Windows下的话 首先你要开启你的浏览器 找到Kongziza的网站 只要在Google上搜寻Kongziza 就可以联络 国家高速网络中心在盛楼 到这边请你点选下载 下载之后 稳定替代板 好,点下去会到这里 那请你点选ZIP档就可以了 好,按下下载 那就会跳到这一个页面 那你的下载资料夹就会有 请你使用Z7ZIP解开启 把它解到你的随身碟 解到你的随身碟 按下确定就可以了 那我这已经解压说过了 这次随身碟 那如果你随身碟里面有资料 那就先把你的随身碟怎么样 格式化 在随身碟上 你点选格式化 格式化的时候,请你选择FAT32 然后开始 格式化完就是空的随身碟 这是空的随身碟 那我们在7ZIP把它解压说 记得一定要这个根目录 不可以离有其他 这是最外层 所以我们把它解压说到我们的随身碟 确定 解压说完之后 这支随身碟还不能开机 它解压说完之后 我们就要去做一个台机的 把这支随身碟做一个格式化 好,我们回到档案总管 随身碟我们看到内容大概是这样 在有一个UTILS的资料夹里面 那我们Windows是64位元 如果32位元请选这个资料夹 点开 有一个Macboot64这一支程式 会帮你把随身碟做成可开 按右键请你选系统管理人员开启 是 开启一个视窗 它告诉你说我现在要针对FD来做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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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 就可以开机 就可以把这一支重新插入 然后再把它插到电脑里面 然后选择随身碟开机 这样就完成了